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情依 对于许多8090后来说 每天放学后最开心的时间 大概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去游戏厅玩游戏了 那时候风鸣大街小巷的一款街机游戏拳皇 可以说是当时最出名的一款格斗游戏了 直到现在一些电玩城里还有这款经典游戏 就在不久前街机也出名义仗中击了 以后不用去游戏厅也能玩到拳皇了 这款由日本SNK诸事会社所 为了庆祝品牌创立40周年而推出的 NIOCAL MINI掌中街机内置了40款经典街机游戏 大小是一个巴掌就可以拿在手里 不仅可以直接单手操作 也可以投影把大屠幕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MINI掌中街机配备了一个 3.5吋比例为4比3的液晶显示屏 以及Joystick操作台 使用USB进行供电 也就是说只要身边有移动电源 就可以随时随地玩一局游戏了 如果觉得操作台太小了不利于操作 在街机的侧面还有两个手柄插孔 可以换上自己顺手的游戏手柄 来进行游戏 小编觉得MINI掌中街机最人性化的一点 就是可以随时保存和读取游戏进程 比如说当你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游戏是不能继续玩了 只要同时按下开始和选择键 就可以将游戏进程进行保存 方便下次能够继续从同一地方开始玩 再也不用担心 需要重头再玩一遍了 这款MINI掌中街机售价约为人比600元左右 小编认为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的 毕竟每次去游戏听头必玩耍 只能玩一小会儿 而游戏内有的单一 也不能和小伙伴一起玩个尽兴 而现在只需要一次性化600元 就能将经典阶级游戏玩到爽 还是挺不错的 欢迎最近Tristing 好吃好玩有趣多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同一天 对我们时间轻轻快下去了